这里面最后草帽团 换上了一套红色战袍的登场 也是相当帅 这整装待发的气势 这喜庆的穿搭 乍一看还以为是过年了 倒还挺应景 当陆飞从船头跳下来的时候 伙伴们紧随其后 听船长号令 一起对敌人发动攻击 这登场加上这穿搭 就颇有当上海贼王的气势了 要说草帽团最帅的一次登场 强者世界里的西装暴徒草帽团 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 毕竟金狮子可是抓的纳美 当草帽一伙走在回廊的时候 就感觉这又拽又帅的黑帮气势 也是没谁了 随后陆飞的双翼 索隆直接砍门 三智一脚踹门 丝毫不给金狮子面子 最不给面子的还是陆飞 伙伴们分战两侧 压低茂严的陆飞缓缓走出 帅气的披风随风摇动 大佬气质力压全场 上来就给了金狮子一拳 和阿龙那一次如出一辙 但是比那一次要更帅 当然草帽团还有其他一些 部分船员的登场也都很帅 反正不管这场价怎么打 草帽团先行的登场气势 可是还没输过谁